好,來到第二條 這條你見到有兩個括弧都有x-7 所以我們會讓y做x-7 然後條題目就會變成4y2次-5y-6 用回頭成什麼技術? 4乘負6是負24 你要想兩個數成是負24 加起來要是負5 那就會是負8和正3 所以我就會寫負8y加3y-6 接著這兩個我就抽個4y出來 就會變成y-2 後面那兩塊就抽個3 又會變成3乘以y-2 然後再抽y-2出來 但是這個不是最終答案來的 因為我們要把y變回做x 我們用了y是x-7 即是這些y呢 我們應該都要寫作x-7 這些y位 留意我們可以這裡加一個中括號先 因為yx-7 其實會是這樣去做的 如果你不加這些括號 那你就會成漏了些東西的 因為這個4 一會兒要整個7度 好 這邊x-7-2 即是x-9 接著 右手邊這個固 就會4x-28 加3 所以答案就會是x-9 和4x-25 所以答案就是d for dot 接著再去到第三條題目 那第三條呢 你見到identity的符號 其實就是代表你要兩邊都expand開去 那左邊其實已經完成了 那我也寫出來 但是 好了 右邊呢 就是你要expand開去 那我們就會 sx-2 再加bx-2 然後這裏就是x-2x 這裏就是bx-2b 那我習慣將這個證號寫在前面 那我先調一調位 那就會容易些去處理 然後你見到 左手邊有3塊東西 但是右手邊有4塊東西 其實它是想你呢 這兩塊一起抽號s出來 那抽號s出來 就會變成s括弧b-2 再-2b 好了 現在你發覺左右都有3塊東西 然後我們就會compare這個coefficient 那2a呢 就會跟b-2是對著幹 然後 -16呢 就會跟這個-2b 所以我們就會得出 -16等於-2b 那b呢 就會等於8 另一方面 2a是等於b-2 而b是8 那就是2a等於8-2 2a等於6 所以呢 a就會等於3 b-2b b-2b